上海离昆山的距离是一个小时车程 但追寻心灵的静谧与安宁 拥抱大自然可能只需一晚 它这里是属于景西 边上有一个很大的景西的绿地的公园 嗨大家好我是聊聊 如今周末到上海周边度过假 开车一个半小时就能直达 这家由青山周平设计 安静低调的江南风格民宿 我个人非常喜欢 午后两三点被夕阳眷顾的门前 阳光洒满的院落 自带一份产意余温呢 我们这次录注的是二楼顶头的空间 30平米的空间 咖啡机茶壶一应俱全 色调干净简洁 无论在床榻边 在落地窗前 或者户外阳台 都有安静独立的自由空间 与整个自然生态融洽无间 你好 你好 整座独栋的小白楼清水而建 庭院中适当的留白 给了更多视觉上想象的空间 光影错落 一步一紧 有时候你会感觉 它既是一个小型的艺术收藏空间 又是一个图书馆 阅览室 又像主人接待老友的一个会客厅 难怪一军突起拿奖务术 这是他们历年拿的一些奖 这个池塘里面还养着这个大的鲤鱼 你们的树比两年前我们来的时候 长得大多了 不论你是群里约会还是全家出游 又或者公司团建 在这片空间里总能找到彻底的安静与放松 在草莓 对 这里还可以开小火车 早上可以起来跑步 这真的好生态啊感觉 就是你要有住在自己耳朵边上的那种感觉 直接走出来就有很多这里当地的土菜馆小饭店 夕阳西夏夜色慢慢降临 江南的小镇披上了一层淡淡的雾丝 它这里是一个无人职守的一个艺术空间 当我们再散步回去时 夕阳渐沉夜色渐深 一切都这样慢悠悠安安静静的 仿佛时间啊就是应该拿来被虚度的 晚餐时饭如果不想出门 围着火炉啊可以来一份乡村版的米其林 当天献了新鲜献献的白水鱼 铺着刀板箱显得理直气壮 当地农家自己种的萝卜 冬季水润微甜的正和事宜 土灶上慢炖出来的小芳肉 彪肥体壮 节奏抖动得差腰身 想必苏氏看的这一口啊 应该也会垂涎三尺吧 农家菜吃的就是这一口新鲜件和地方味 夜幕低垂 灯光亮起 与白天相比啊 小园里又换了副别样的面貌 既有宁静的包围 也有独自的快乐 用手中的光为来年许个愿 哇 空气好好啊 当阳光唤醒你起床 鸟儿唤你去吃早餐 迎接你的是热茶 苏式凹糟面 和满满当当的一大桌碳水 如果不想出门啊 回到房间阳台 依旧是没有干扰的四米空间 当鸟鸟的红茶香环绕身边 沙沙的主夜 清风舞动 江南冬天 晴时迎风而隐 心有清欢 寒时临窗带雪 围炉而坐 皆有不同气候下的美 享受心灵的归属 离开 亦是归来